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一 又是崭新的一周 10月24号 美股尚未开盘 感谢大家来到Frustrate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为大家带来的 现场公开课美股期限早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期限系列的公开课 简单的没说明 我们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罗大学的继续观看等同于上述的脚管 好 我们去看一下市场的一个整体情况 上周五我们说到周末 二十大会议 中共的二十大会议 可能会给同志者带来新的这么一个契机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周五 市场这个A股的表现 以及这个周一 今天早上 这个 A股的表现 你直接拉出来看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市场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A SSEC上阵五零 再一次的过了三千点 那今天早上其实有尝试想冲高的 但非常的可惜 直接被砸下来 直接被砸下来 来到了两千九百六十 附近 然后有些许的这么一个反弹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上周指数 HK50直接穿了一万六 我们说过一万六是关键的支撑 今天是直接击穿 今天的这个港股 我们看到科技指数 包括像阿里巴巴这些股票 是跌了非常之多 盘前 大家可以看到K1 破了三月份的低点 而之前我们也说过三月份的低点几乎是一个铁底 但是三月份的低点 这一次再一次的被冒犯 同时呢我们看到成交量来看 目前来说不好说 今天是怎么样一个成交量啊 如果今天还能够方量拉回来 那可能还有希望 但我觉得市场的解读是非常负面的 我们看看从这个周线图来看 也是破了三月份的低点 甚至这里来看周线月线 没有找到下一个支撑的位置 是吧 所以我就从港股啊 偏外资的角度来说是非常负面的 当然出现这样的解读 我觉得是一个突发性的 当然也有一定的这个预期的 这样的一个征兆的一个前兆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但其实更多我觉得是超出我的预想当中的 我觉得二十大之后市场可能会更加的倾向于稳定 反而这边市场看到的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啊 因为二十大出来之后这个委员常委的这个名单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 多多少少觉得有点陌生 或者说甚至超出大家的预期啊 那我第一次看到之后我是觉得蛮惊讶的啊 后来呢去深入的看了一下 当时第一反应 我觉得周六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看到之后 我觉得这个我感觉就不像是一个要涨的一个名单啊 包括后面我也看了一下整个 这个除了这个后这个常委以外 后补的啊 包括这个啊 后面还有这个几百名的对吧 这些参与到这个决策当中的这些人啊 也可以看得到里面金融相关的人士是非常少啊 只有一个这个证监会主席对吧 义主席 然后面的一些银行行长啊 各方面呢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少啊 非常的少啊 所以这也让我觉得说 这个并不是想要搞金融 搞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班子 反而让我觉得这更多像是一个搞稳定 搞安全啊 和平发展的这种感觉啊 这里面可能更多是涉及到一些这个不稳定性 或者说不确定性在这里面 因为我觉得这个 呃现在是市场可能更担忧的一个事情 包括外资 非常担心的一个事情啊 呃因为这个政治啊 在中国的话 这个政治决定经济 而且这个是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从这么来看的话啊 那接下来的几年啊 国家的一个 这个中国的一个大的策略一个方向 可能对金融方面来说的话就不太友好 所以我们看到 那整个港股啊 港上的股票啊 Toploser 那其实都是跟中国有关啊 今天我们看到跌幅榜的话 呃第一页 一大部分 一大一大半都是中国 都是中概的啊 都是中概的啊 呃当然有些公司是活该跌对吧 当然有些公司我们看到是非常优质的资产 今天也都全部的跟着往下跌了啊 当然更多还是以互联网中概为主 跌的偏多啊 那今天什么东西涨的比较多呢 真跟这个国家 安全啊 稳定 相关的像军工啊 啊什么性创类的了 我前段时间的医药 可能有小范围的强势 策划医药 对吧 这些可能是接下来 A股的一个大的趋势啊 当然这个对美股的影响有没有 肯定会有 对吧 那中国这边 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 关于台湾问题 并没有做过多的陈述啊 之前我们也希望说 听到更多相关的啊 这方面的一些 有其他的讲话也好啊 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好啊 向好的新闻也好啊 那其实这边我们没有看到 看到的反而是更多的强硬的态度 甚至说是啊 有点避而不谈的感觉啊 那最怕就是这样的感觉 如果大家之前有一定的经验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 一旦是搞任何联合军演啊 干什么的 这说明肯定不会打 对吧 只要是军事演习 无论你是跟谁啊 只要有军事演习 说明这个世界还是比较和平的啊 只是虚张声势对吧 各国如果互相是一个互相谴责啊 那么互相制裁的一个一个 或者只要敢只要愿意说话 对吧 像像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像两条狗一样 对吧啊 你叫一声我叫一声 你叫一声我叫一声 但是真正两个狗放开 要咬的时候 哎 突然又安静啊 我感觉这个时候就有点像说是 这个开始要安静的时候 对吧 有点有点不是想要在什么虚张声势 反而有点想韬光养晦 甚至可能想要潜在接下来几年 有动作的感觉 因为大家如果去看一下 关于这个军委啊 中共的这个这个常委名单里面 关于军队方面的啊 呃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啊 如果说对这方面的人员调动啊 啊 会有多多少少有了解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战区啊 这个东部战区的这个负责人啊 好像是调到了中央是吧 当然这个我也是呃 跟朋友讨论的时候啊 有人提醒了一下我 因为我对很多人名字还是非常陌生的啊 毕竟还是在国外很多年 嗯 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个确认了一下 确实可能这里会有一些 呃 战争的潜在的考量啊 这个是国家安全 为重的一个考量 那我觉得这个对资本市场 我们先不讲别的东西 对吧 这个对资本市场来说 肯定是非常的 嗯 讨厌这种不确定性啊 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市场 会投有不回的 选择用脚去投票 呃 当然这个对美股来说的话 嗯 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些影响 但我们其实一直以来的 我们看到A股大跌 美股可以障碍涨 对吧 美股可以完全不理会 A股的这个表现 啊 但同时 如果A股绝对的弱势 或者说港股绝对的弱势 对市场传达出来的声音 也是负面 所以我觉得今天市场传达出来的声音 呃 告诉我们 这个全球市场的风险喜好 依然可能还是会不断的在继续下降 对吧 啊 这风险的这个担忧 可能还是会不断的上升 所以我觉得美股啊 今天晚上虽然我们看到是有轻微的高开 当然这个是建立在上周五的 啊 这样的一个前提下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期图 日图周期也来到了一个区间的上沿的位置 啊 四小时也出现了超买的信号 当然了 四小时超买也是在打到3800为前提下 超买的啊 那3800这里一直都是一个阻力 呃 那我觉得3800附近 这里我会有非常大的阻力 尤其是在3815附近 我们看到是在 呃 几个小时前吧 啊 应该是在22个小时前 这边应该是借助 A股开盘那么一下 好像是达到了这个位置啊 嗯 然后回来了 差不多呃 进行100个点 然后现在又拉回去一点点啊 反正美股这边的波路是非常的大的 但之前我们说过 下降趋势又是熊市当中 美股任何的四小时的超买 我们可以看到从10月以来 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一个卖出的信号 是吧 啊 那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也是一样 是吧 这边是一样 如果你有做多的仓位的话 我建议要小心一点 这个位置千万不能去追高了 是吧 不能去追高了 甚至能不能找一些逢高做空的机会 啊 在接下来 但我觉得美股 它还是有自身的一个张力的 是吧 啊 嗯 毕竟不可能就是完全背着这个大A 或者说港股牵着鼻子走 但是A股这周 它也有自己很多的事件啊 MegaCapt Earning 这周有像微软 谷歌 Amazon 苹果的财报 那这些财报 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前两周的银行财报还可以 大一点的巨头像奈飞 Johnson Johnson也都不错 特斯拉不太行 这个我们之前就说过了 美国的GDP 都是也会出来 预计的话还是平平吧 我觉得美国的经济数字算是还可以的了 相对于说全世界目前一个情况来说 欧元区 重灾区 继续会第二次的加息75基点 应该是在周四预期内的一个事情啊 那英国这边的政治危机 呃 这个混乱对吧 可以说是混乱了啊 各种新闻头条都是从新闻 从欧洲传出来的 那这里面其实说明了很多东西 我们看到呃这边 英镑吧啊 我们找这个英镑啊 但最近的这个呃 辞职事件啊 我们也看到英镑其实是跌不动了 是吧啊 感觉这个闹剧啊 英国的这个政治或者经济上的一些混乱 可能会到一段落是吧 因为英镑已经拒绝在下跌了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线性指标 如果英镑拒绝下跌的话呢 很有可能值得慢慢就会啊 恢复回来 如果英国企稳欧洲 多多少少有些帮助 同时的话呢 这边啊 美国经济也不错 那中国慢慢可能会有更多的清晰度的话 那市场可能接下来又会迎来一段的反弹啊 但也仅仅是一个反弹了 当然目前我们只是看到了非常小的一部分啊 那这是这一周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的 比较重要的事件 而且我看到中国这边其实呢 对疫情的开放啊 包括对接下来的经济啊 金融方面的这些展望 我觉得都是没有看到太多明确的 或者说新鲜的好的重大的东西啊 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可能这个海外 这个海外A股 港股这边可能这个表现外围市场啊 A股港股表现稍微弱的一个情况 对吧 表现比较弱的一个情况啊 那本周的财报事件 不用说了非常关键 周一基本上就是打个前奏 周二的话微软啊 当然盘前我们看到是传统巨头对吧 然后盘后的话呢都是科技巨头 或者成长股的巨头 周二就开始刺激了啊 微软跟 谷歌 那微软我们是说过 220这个位置呢是非常感兴趣的 220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可以抄底的 对吧 不排除220会再走一轮 如果220你敢来 那我觉得220可以抄底啊作为一个长线的一个位置 220就是我们这种说的头肩底的一个目标 也是我认为可以下手的位置 谷歌的话差不多也是100块钱左右吧 头肩底的目标也是100块钱左右 我觉得100块钱这里确实 没有太多平台的支撑 不排除可能还会再往下探 因为谷歌的财报要么就大胆要么就大跌啊 所以我觉得 谷歌的财报可能没有这么好像微软这么去把握啊 另外的话 初次我们看到周三半期还有波音 波音也是已经是这个失去的 两年了吧啊 快第三年了 对吧 这个失去了几年很难回来啊 这个可能失去10年可能才回来 我觉得波音这个股价也不做过高期望吧 虽然图平上来说是个双比或者抬高的低点 但任何不过170不开启一个新的向上趋势 当然就没有说任何基本面政治上推动的话 我觉得波音的股价对市场来说更多可能就是一个来回拉扯震荡啊 不能起到一个领导的作用吧啊 然后周三盘前我们看到还有Bristolmeyer说比较喜欢的啊 这种生化制药股大制药公司 本周也有不少到下周陆续会出来呃 mata 这个我觉得是成长性的问题 估值成长性的问题 大家可能还需要再多等一等啊 这个股票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快呃能够起来是吧 可能没有这么快能够起来啊 这个是大家可能需要留意的一个地方 对吧 mata 这个我觉得是目前从图形上来看 没有到底的感觉啊 没有到底的感觉 所以要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 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是呃 周四的 amazon 你们顺便看这个大的巨头 到明天我们再一个一个的再详细讲一讲 也是潜在的一个双底 那周四amazon巨头一把一百块钱左右也是我们说过潜在的一个大底的位置 是吧 那我觉得一百块钱附近 从估值的角度来说我是不愿意去考虑的 从图形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可以啊 另外我们看这里的话 苹果啊 苹果我们今天说过 这个大底可能已经是出来了 之前我们说过可能要到一百二 但是呢一百二现在目前来看 结合这成交内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去了啊 应该是不会去了 嗯 所以来到一百三十六只要不破 我觉得苹果这边还是服务地做多找机会 对吧 我能做多找机会啊 那这是关于呃 我们所说的一些大科技股啊 本周 在日程上的除了科技股以外 我们看到还有不少的其他的一些 中小型公司的财报啊 或者说事件啊 这边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就不一一的去 讲解了啊 可以暂停那个视频 或者自己来到 CKα 可以看Catalyst Watch 本周在日程上的 所有的个股 一些事件啊 当然这里可能不能涵盖百分之百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也能涵盖不少 或者说给大家一些关注的一些方向了 周三盘前 也有大量的股票出来 到周四 一直到周五 本周还是有比较多的 个股事件为主的啊 那我觉得美股方面的话 可能会撇开一些 政治经济的问题 要更多会看财报 因为现在也进入到美联储的一个 静默期 到下周下周下个月 11月4号 这边才是真正的见真章的时候 美联储加息的时候 好那我们看这边除了财报以外 这周还有 Mobileye也会发布IPO 这个是之前被intel所私有化收购的 也重新拿到美股上来上市了 那我觉得这个自动化驾驶概念的股票 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我预计当下市场不是很火热的情况下 还是有点麻烦的 苹果财报 还有微 还有这个amazon 还有一些大科技财报 其实 price in 很多负面的情绪 那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会出现正面的影响 我估计 也难啊 就算有可能也是短期的影响 那我们看到还有这个是Black Adam 黑亚当 黑亚当 就是这个是什么DC的一个电影吧 对院线的影响有没有 我不知道 好像不太好 好像不太好预期 然后Baron这都讲到一些大的石油公司 你依然觉得还是挺大的一个机会的 像BP啊 这些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高分红的 啊 shall 翘牌我觉得也不错啊 这种XL Mobile跟CVS更是老牌大的公司 这同时还有一个说了一个Total Energy PTE啊 这公司也是市值比较大 但之前我们讲的比较少 因为大家可能比较比较不熟悉的 但是也是市值也是在Billion级别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参考的一些大的 市值的公司 如果喜欢分红的话 选高分红 去持有我觉得也不错啊 这些可能 说不定在大宗商品还有利益的情况下 接下来会有机会啊 另外我们就看一下这边各大教育品种 今天已经目前开盘了 我看纳斯达克是比较弱的 公铁喜好比较弱的地方 跟美国经济相关的道指是稍微强一点 跟美国本土公司相关的罗素2000稍微强一点 整体来说标普版算是一个轻微的高开吧 那也来了3800的阻力了 能不能过 我就要看苹果 那就算过了 再往上也有更多的阻力在 欧元区今天算是反弹比较多的 亚洲受整体A股香港的影响 这边日本稍微弱一点啊 Vex的话感觉还是意犹未尽 农业类的话天然气还在探底 但整个原油啊 我们这种原油现金指标 已经是在不断的继续的巩固向上 我感觉原油现金指标 依然还是对原油价格 会有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我们看到美元 有所回落的前提下啊 对大东商品 是有些积极的影响 对非美货币也是有些积极的影响 包括今天日元我们看到 这个日本央行的介入啊 也是让日本的空投 日元空投是有不做的反冲 这个也是给市场短期带来了 一个积极的影响吧 但这个影响又能多少呢 因为我们看不到日本政府的诚意啊 那这里如果只是说一说的话 我觉得 没什么意思 日元可能还是会继续的不断贬值下去 日本政府最喜欢这么做 当然最后来一个大招 这可能这个日元就反转了啊 那可能这个对全球市场短期来说 是风险喜好的一个增加啊 大中商品类的 今天我们看到还是围绕着美元在走啊 那个你看DBA DBA的这个大底可能已经出来了是吧 DBC也是跟着原油走也是不断的在盘 那我就后半年的话 可能这个大中商品啊 这个明年啊 你后半年了 这现在只剩下两个月了 今年啊 接下来的六三个月六个月 我觉得大中商品还是有机会的 不好意思啊 别感冒的 接下来这个大中商品还是有机会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 那本周的事件 大概展望到这么多啊 好对上周的情绪的话 我们看到史萨基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 对吧 季节性规律的话 那边倾向于慢慢向上蹭 但我觉得这里也不好说 因为估值上来说的话 我今年特殊的情况 也不一定会按照往年的这种季节性强势去走啊 最后几分钟看到的问题吧 这个我同学问到说感觉 觉得习大大会冒着损失改革开放 累计40年经济成果进入台海战争 我觉得台海战争这个东西 没人敢去做任何的预测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目前市场的一个反应吧 这个方面可能涉及到太多太多的预判 也有很多主观的意愿吧 主观的这个猜测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做过多参考 我们看市场的一个反应吧 我觉得台湾ETF比较关键吧 这个作为当事人国家的ETM 这个肯定是很有用的啊 包括还有日本啊 这些其实都在里面韩国 这个是韩国啊 没有到底吧 感觉还没有跌透啊 日本应该是EWJ 是吧 Japan 同样的道理是吧 同样的道理 那这个什么时候这些能出现一定的企稳反转 包括这里从支撑来看的话 都指向要往20年的低点走啊 那我估计如果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 可能就会往这个地方去了 届时那个位置可能再看看是怎么样 对吧 而且这个台海战争不一定要牺牲 这个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成果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严重了 对吧 也有可能很快啊 也有可能不会 这个我们不做过多猜测 但是目前可以看到资本市场是非常担心这个事情 最常担心的事情 gimme a demo on trading straddle QQQ 最近如果做这种双向的波动 直接买call买pun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做的啊 因为期权的价格非常的高 如果你要用期权做的话呢 可以考虑来期权即刻那里进行一些 简单的测试啊 登陆你的期权账号来到option play 然后呢 直接输入QQQ 然后呢这里可以通过策略选择sharp move啊 啊 如果进来可以demo一下这个straddle 或者是strangle这种做sharp move的策略的 一个情况啊 这里刚好露出来了 看一下QQQ 进来之后呢 这里可以选择交易的策略 通过修改 当下他默认的一些策略就可以了 是吧 这边可能 我的网络有些卡顿等一下啊 好了 通过这个sharp move啊 可以做 Long straddle 或strangle straddle的意思就是执行架是一样的啊 straddle strangle的执行架不一样 日期是一样啊 那可以考虑这么去做 对吧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可能是滑不来的 因为你可能需要很大的波动才会把 一边的损失给拉回来 因为你是买涨又买跌 同时买你要花费两分钱 他如果没有足够大的波动的话 是赚不回来的这个钱 硬今天早上的逼开 那我觉得如果有仓位的话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只是你不能再加仓了这个时候 不能再加仓 如果你手中有仓位 你现在是不能加仓的 你必须再等一等啊 必须再等一等 必须再等一等 我觉得如果是有小量仓位的话 之前买了 或者说还留了一些没出 我觉得要等明确的指引之后再加仓 这些ETI的话呢 回来的快 当然去的也快 所以你仓位要控制好 只要一个大的方向没有错 或是一个大的波段没有错的话 通过成本仓位控制 还是可以有的回来的啊 AMD我觉得可能跌到一个短期的低点 但目前你还只是看一个反弹而已啊 不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只要6块钱不破 继续看反弹 但目前还stuck in the range 6块到8块之间 我感觉大盘这边也有点危险啊 主要是美股最近 虽然有不错的反弹的行情 但是并没有能够点燃了步 是吧 并没有能够点燃了步 KY也是同样道理 我觉得跟硬是一样的道理 KY包括所有中国相关的 目前可以有仓位 可以没有仓位抄底 可以持仓 但是呢 不要加仓啊 千万不要加仓 这应该是比亚迪吧 对吧 比亚迪如果今天跌一点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持有的 相对说买特斯拉 我更喜欢买比亚迪 相对说买特斯拉 我更觉得买比亚迪 更加的合适一点 是吧 其实都是电车 包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 南海市场里面 我觉得特斯拉现在 只能靠 这个价格战 那打价格战又打不过别人 是吧 特斯拉可能就顶多 只能欺负一下蔚来汽车啊 像蔚来汽车这些被卷死了 已经啊 谁又能预见到呢 小鹏曾经的电动三傻 现在被特斯拉卷死了 但其实卷王之卷 还是比亚迪啊 卷王之卷还是比亚迪 SRK非常好 我们就说过60块钱以下 是可以买的 60块钱以下 就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啊 那除非你提前挂好单 或者说刚好看到 有设警报 要不然基本上你这个机会 就很容易错过的啊 呃 那现在的话我感觉60块钱 可能不会再给机会了 我觉得冯高做空高估计 尤其是SRK里面比较大的权重是什么 特斯拉 啊 我觉得SRK 可以不去追 你可以持有他 你可以不去追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直接做空特斯拉买TESQ 任何的回调 TESQ我觉得非常的吸引 包括还有一个SQ SQ也是SRK 是ARKK里面比较大的权重股啊 好像也有专门做空SQ的一节 对吧 大家可以往里搜一下 Intel的股价 这周有这个Mobileye的这个上市 我觉得要看 Mobileye上市的情况怎么样 我预计可能会有一波短线的炒作 那同时Intel可能也会有一波短线的炒作 英伟达刚刚我们讲过了 英伟达跟AMD 可能都是短线的一个低点的出现 会有反弹关键支撑位置 但是也仅仅是一个反弹 不做过高的期待 不做过高的期待 而且这些位置我觉得 还不好说啊 不好直接去介入的位置啊 那我们看美股还是相对来说有张力 甩开了中国或者说香港这些外资的 这个薄络的地方啊 自己走自己独立的行情 那这个是美股应该走的 说明也是相对较强的 但是也要小心 我觉得这个好景不长啊 尤其全球都在熊市美联储核的加息 周期过程当中 美股本身在熊市的情况下 任何反弹 都要小心都要小心都要谨慎啊 好那今天我们现在这么多 这些周一内容可能比较多一点啊 市场变化比较多 我们更新的也会比较多啊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主观的一些猜想啊 一些判断 大家更多还是以市场 这个价格表现为准是吧 因为毕竟主观这个东西啊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把它当作是一个一个一个 最准的一个参考 最准的参考就是市场的反应 所以大家看市场反应如何就可以啊 那刚刚我们只是简单的分享一下 目前市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或者说现在的反应的一个讲解啊 好想象中的东西可以拨打 Forture的客户专线 以及电子游戏 官方微信服务号Forture的985 530多年老门接上 真正一的每天上 那我们同一时间同一年明天早上 我们不见不散 I'll do the next time To good and stay profitable Bye bye